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佩服的三个男人 一个是许仙 一个是董友 一个是宁采臣 一个赶碎蛇 一个赶碎仙 最后一个连鬼他都不放 另外我最看不起的 就是孙悟空 啥也不是 在盘盘园 把七爷女儿订那儿了 结果人家自己居然偷跑去了 黑不得马 你完蛋 你换我试试 爸爸我回来了 好孩子回来了 今天在学校老师夸没夸你 夸 夸了 夸什么呀 夸我是大力士 女女是大力士 太好了 为什么呀 因为 老师说 我一个人 躲了圈盘的后腿 躲了 圈盘的后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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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文字幕——YK 由于女人病重 在弥留之际 跟自己三岁的儿子说了一段话 他说 儿子你知道吗 妈妈现在正在和父母做斗争 如果赢了的话 我将继续成为你的妈妈 如果输了的话 我将变成天上的心女 但只要你和爸爸一样的坚强 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女的样子来到你的身边 儿子不解的问 妈妈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你呢 女人回答说 那很简单 如果有一天 你的爸爸带回来一个阿姨 那你喊这个阿姨为妈妈的时候 那个阿姨就是妈妈的 你记得 一定要叫他妈妈哦 儿子点了点头 一下子 日之日之四杂的 当天晚上 女人走了 走得很安静 后来 男人认识了另外一个女人 这个时候男孩已经母亲了 他喊他 我妈妈 他把真相告诉他的时候 他将儿子紧紧地摟入怀里 当作轻松的一样 另一边 他把儿子紧紧地摟入怀里